好了,到下一套了,下一套就是兩季翻完了的全永泉了 近親相間,不是重點 不要跟變態說話,會懷孕的 不要跟變態說話,會懷孕的 看都會懷孕的,哎呀,你啊,這麼好 不要緊,變態不在這裡 這個很難說的,正常是三個,不是最重要的 有變態,又有羅利空在這裡,跟這些說話 會懷孕的 會懷孕吧 很害怕的,我現在玩的機會都很高 Historically,你懷孕不了的 好,正經一點,整套事24集裡面 這個只不過是最章,當然是 整個故事都是,最章就是 大全永泉嘛,要入那個 最未完興的本事本身是原住 你這樣說,我之前說過 就說其實是 他這間出版社出的文庫裡面 他所有的動畫化,我也不期待 但這次來說,在北歧道裡面 起碼他好過鋼鶴 你直接說是鋁 你應該說,這個監督做的 他做的奇幻作品不鋁 魔法人,你派公司鋁,鋼鋼鋁 這套不算鋁 總之就是 這套東西的感覺就是 但是,做完其實只是一個罪障 什麼都沒有解釋 人物丟出來之後 才會有什麼發展 簡單來說,如果以一個 比較輕口味的人,你的朋友 跟我說,輕口味 就是他說 你觀察給我 不是 不是 不算是看很多動畫 當作是閒謠看一看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看到後面,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正常 大概18集後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正常 但那些什麼alpha 小生力也出來之後 就是這個 不要緊要這些子孫要接受 是乖的 羅蘭的亡靈 那些其實應該是 或者我們 我們 由開始開始講起 開始就講 來立 我們從學校開始講起 他在軍校那裡 認識了西郎 這樣就認識了一輩子 這樣就認識了一輩子 握過手就一輩子 握過手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那就是講他 其實應該說 西郎本身就是接鎖所山 還是平民接鎖所山 所以就 其實沒有權力 其實放他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就是 西郎本身都想推他去死 其實那幫貴族 或者國王那邊那幫人 其實都想推他去死 其實就 應該說 這間軍校裡面的所有人 其實都是想推他們去死 是啊 推他們 就是整間學校裡面 那邊那些被捕捕的人 拿他們推他去死 所以他叫來立去那個軍校 就是因為要隔離他 所以分明那間學校就要推他去死 分明那間學校就是要 是啊 還有一個間諜 然後就叫他 K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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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不是Spy 那不是Spy 那是雙重間諜 對 最後就講他們的故事 就講 暴走 然後就殺了 魔法騎士團15人 全部死了 那些學生都死了 那些學生都殺了 那些死是用忍者方法的魔法騎士團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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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才會走 所以沒有殺過人 沒有殺過學生的 那最後就被 西昂還是王是 Kiva 西昂 對西昂 暗眼 鬼暗眼 然後就講 坐牢 然後就坐牢 坐牢 沒有坐牢 坐牢之後就發覺 他應該坐了兩三年 他應該坐了 好像大家看新聞 美國那個坐牢 坐完出來 發現世界的手機都不一樣了 等於他又不知為什麼 這條目標就變成皇帝了 然後出來之後 那天就變成皇帝 然後就逼他去找勇者遺物 其實勇者遺物那段就是 勇者遺物 其實是老振他 其實是自己寫的 其實是他的建議書 只要有一方完全掌握力量的話 其他人老實說 就不敢怎麼動 怎麼打 即是好像《閃光之夜集》裡面 說過的世界中戰理論 是的 世界中戰理論 這個就是 其實西昂最初是 覺得他吹水 原來找事情去做 我覺得是 不知道 因為第一次他看到他的報告 是真的說有這樣的 一會兒他真的有疑問 他是這樣的反應 但沒有程度上 他覺得他那麼低 他是接受這些 沒錯 如果照著劇情的時間序來講 他應該知道勇者遺物是真的 他知道 因為其實他已經 做了皇帝的前提 那一刻他已經接受了這件事 不過是這個後話 他是瘋狂勇者 接受 然後就說 Ferris出現 然後就用屯子去威脅他 那是科神 發什麼事 很想問 他不是Nagisa 因為一開始你說這一節 其實去到之後 他們開始去找勇者遺物 其實這一段 你會覺得是很胡鬧的 其實是 整個集團都胡鬧鬧的 閃光旅行 新信死了 然後他要去對抗貴族 那些事情 你說第一下 就是西洋第一個 的靈 即是他那個 伯仁死了 那一刻 其實那一刻衝擊很大 那一刻真的 他這個國王 表面上 好像是 風風光光 受萬萬景仰 又好像 有英雄王 那些貴族 又對他公公敬敬 那樣 但其實 在內裡而言 其實他 都當他一個傀儡 其實是一個 總之是一個 什麼人在制爪處 中港主 其實應該是西洋線那邊 其實在開頭 因為內有線那邊 比較胡鬧 我會說 Asterlou那個內亂 嗯 但其實那裡 很快大過了 大一個 你可以說 戴出紅手指 還有另外 另外 說一下紅手指 還有另外那個什麼鬼 黑魯烏 黑魯烏就是紅手指 還有另外一個 想說那個公主 不是 戒指 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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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黑蚵蚵 烏加薪的人 烏加薪 真是烏加薪 擺明是 西洋人 不用理他 不是 黑魯烏 我覺得 是女性向盤的目標 要上富豪那邊 你現在才發覺 你現在才發覺 你現在才有問題嗎 你一開始已經覺得 這個人 其實你說 這個人 一開始他給了一個感覺 他是代表了一個意志 想令到西洋去做某些事情 其實 劇情位 大家一開始看到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指揮他 應該有個意志 就是控制他 或者他就算邪教 他就是一個忠誠的倒下 總之就是 說什麼 總之就是 誰知道西洋人 一早已經入了一次 對 邪咬教師 都說西洋人 就不是他 你導我入郊 聽我神經 照其他奇幻 作品的事情就是 這個使徒 是一早知道 他是魔王 而是要引導魔王 真正降臨 那是哪個案子 是千個案子 差不多了 但是後面 他完全變成老人一個 公秀易主 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 一開始他是一個開外界的角色 以為他拿著戒指 是萬能的 他以為他 很多外瓜 在這遊戲裡面 都覺得開外瓜 你以為你開外瓜一定很厲害 我覺得更厲害 不同的 他用金手指改了 是改了一件裝備 他人本身的能力 應該是一般的 不是 他說他會用魔法 你要看到的其實很多 打一些格鬥戰 他都知道其實格鬥戰 他是不擅長的 他是打不贏人的 他應該很多人打不贏人 他只會舉手而已 打不贏 暗光 暗光 吳一招 哇 放一些狼出來 咬死他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 擔當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他真的 表現到一個國家裡面的黑暗面 應該是要有人做的 而這個責任 他自己就承擔了這個責任 你可以說是 你應該說英雄王是一個表面 萬雲景仰 每個人都聽說是英雄王 不會做壞事 但是有什麼壞事 他就自己拿上身去 而那個角色聰明 就是做一件事 我覺得其實 這個叫做國王 就是國家的體制 就是說 如果 萬一出了事 穿了的話 但其實是什麼 國王不知道的 這件事 我自己喜歡 我想做 因為我覺得對國王好 他說這件事 其實是很 庇護到整個國家的體制 一開始 頭幾集 他會不會覺得 紅了Lana和Ferris打 那個問題 其實他可能不知道 一開始不知道 對 對 對 你說黑暗面 就是黑暗面 如果他做事 這麼獨行獨斷 其實也會有憂慮 你做的事 你不是 你不是施行 透明的一條蟲 亂知 人家想的是什麼 我不說 去到什麼瘋狂勇者 這個問題 他是說 你為國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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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 西洋 本身做些什麼 你說殺 Niner 根本西洋 不是有這麼的心 其實你這件事 你應該說 這個就是 一個有能力的臣子 還有就是說 在他意見 他以一個 國家的角度來講 他覺得 這是一個危險人物 但是西洋裡面 其實因為他 隔著了個人情感在裡面 他某部分 個人情感 加這個勇者 加國家 他三溝 就是他會覺得 就是他不夠忠幸 一個臣子 你不是說 國王講的東西 他只是看到國家 就算一個多嚴明的國王 他都有機會會做錯事 或者他落錯決定 當然你說就是 是不是一個 所謂的一個能臣 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也是那句 他不是能臣 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戒指的持有者 不是他有腦的 他有腦的 但是 就是那個問題 雖然所有人都有 可能他會覺得 斯洋不夠忠狠 但其實他做事 都是很主觀的 我來說說一些東西 是很簡單的 我不是覺得他不夠忠狠 他覺得他太仁慈 你說你簡單說 我們殺殺的貴族 這個是不是一定是最佳的選擇 他們最大的衝突位 其實在哪裡 就是西洋 他想達到一個目的 但是他用的方法是很迂回 他想把所有的犧牲 減到最少 他不想得罪任何人 簡單來說就是 而Lila 他的想法就是 我要用的方法就是 最簡單 最直接 最快捷的方法 如果讀科技術 就知道 Distracement 所以變相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方法問題 問題就是 跟你忠不忠狠 即是 不是太大關係 可以不忠狠 這是做事的方式 但是 他們出來的目標 是會有些不同的 應該說 他們會產生一些反效果 那些反效果 是兩者 譬如你殺了貴族 某程度上 你可以即時壓制到那幫人 但是 很老實說就是 那幫人是不會回復的 而西洋 他做的就是 他希望就是 令到你們這些人 所有的權力 變在我身上 你們要是 臣服於我 幫我做事 例如 他講到有一點 就是他選一些人出來 讓他做人 就是讓他做人 做他的手下 就是他講到 每人平等 你貴族都可以來 你平穩都可以來 他希望用一個平等的方法 令他臣服他 但是不是米蘭那種 就是 是用一種 米蘭的 米蘭都是真貴族的 其實 西洋 接受了 拉納那一套 所有人不需要犧牲 就可以大家 恢復的世界 對 這個是他的目標 而米蘭的目標就是 我要做一個強大的帝國 其實他是覺得 一個光明王 英雄 他自己經常說 他很欣賞英雄王 他很有能力 但是他覺得英雄王不夠 不夠 應該狠然不夠狠 所以其實他是想改變英雄王 所以問題就是在於這裏 作為一個臣子 究竟你應該這麼獨行獨斷 是你用你的意志去改變你的軍王 改變你的國家 還是你應該遵從你那個國王的命令呢 即 我就算不說那個國家 一隊軍隊裡面 那個軍官厲害不厲害 這個也是其次的 他要服從 如果不是 大哥我領軍打仗 我叫你打前線 你走在後面補給做什麼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就會覺得 這個是最基礎 一個服從是一個好基礎 就算你很有才能 都好 但你始終不是軍王 你應該要聽你的頭頭說 有些所謂 所謂將在軍命有所不守 有些事情 我覺得 就不可以整套理論這樣套下去 那就反過來 有所謂 有所不守的情況 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是的 這個是個主要點 即是否說 如果他現在這個做法 他不是錯的 斯洋的做法絕對不是錯的 他只是跟你的方式不同 既然是這樣 為何你不守呢 除非你明知道那些軍隊衝來 是死了的 即是斯洋這樣做是會不會覺得 那你不守 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斯洋現在他這樣做 肯定不會滅國 對不對 西洋和米蘭 即是他們每次在辦公室裡面的對話 其實 西洋是有換味性質的 他沒有去否定他究竟需不需要做的 其實我剛才應該會覺得就是說 因為西洋其實他沒有說 某人說我想這樣做 他沒有去否定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他這個叫做什麼呢 即是政治性的換味就是說 總之 我不知道 總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做些什麼 但是說我覺得是不好的 你不要跟我交代 是的 所以其實 你不要告訴我 不要問這個問題 西洋他不是開頭這樣說 他不是說 我總之下落了 叫你不要做 因為其實米蘭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在這個期程裡面 西洋真的說了叫他不要做的事情 其實他真的不去做 大部分都不去做 即是殺貴族那件事 先斬後奏這件事 即是他沒有請事過 當然你可以說他獨行獨斷這件事 對的我覺得這件事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西洋和他之間的交代 裡面就是西洋是很聰明的 就是我不說 不如我們 像某些政府做的事情 他也是一個政府來的 當然 這個我覺得個人就是交口時間 我有一件事想拒絕一下 我們不要說那麼久這些江交之友 剛剛認識的朋友 江交之友 江交之友 我們不如說一些有些女兒的事 我們先說Ferris和Lilah 不要經常說國家 不是 那是很重要的 不是 但也有女兒的 阿雄子和阿公主 算了 你現在focus做了兩件事 不是 因為在劇情上 他的處理其實是漂亮 只有一個劇情也很有 他的劇情是 國家這個層面是做得漂亮的 現在比自己有 說真的 前半段的情緒最好看在這部份 是的 沒錯 反而他看來勒那段 他沒有東西看 好項性比較低 好項性比較低 當然 你說之後 講完公主的拍攝 我們就講一下 講一下勇者線 我們就講一下 其實公主是不是已經被人吃了 挺搞笑的 其實抓了他回來 其實叫做交換人質 其實叫做 公開露出 然後 然後那班是甚麼人 其實那班 我忘記抓他那班 是貴族派 然後那班貴族 真是 淫秀 不是 淫秀是甚麼 你要明白就是 入了去之後 淫秀是甚麼 那些甚麼 蟲鼠 鴨 他進去城堡裏面 所有 當然不知為何 城堡裏面全都是女人 這兩件事我不明白 好像男人死了 男人好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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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是出去打 女人在城堡很正常 我記得好像不是他派過來了 應該是 伊蘭自己派過來了 好像是 做過伊蘭之後 他想說如果公主 他好像不太對口 一個是說撕破了三個位置 一個是說 一個是之前一個是之後 兩個不同 之前整件事 公主來了 他覺得公主其實不應該留 這個人其實是危險的 他覺得他這麼有人望 萬一一些反對師利用他的時候 問一下 變了人妻有沒有問題 對 所以 他梳士的貴族 怎樣做呢 就是要把他變成人妻 之後等雄子就搞定了他 雄子是一個意外來的 他本來是不打算 密室雄子幫他 伊蘭他打算 原本我擲場 你知雄子衝進來 整件事有唱 其實雄子在乘馬車走 他就說 有點不對勁 走回去 又有新人 又有新人 那一幕是搞笑的 就是 威脅公主的時候 威脅就不是拿他的命 說你脫衣 然後我就說 真的 激起一個 熊子的爆發 那一刻 他完全那一刻 真的是為服務 你也說 熊子的爆發 這些都是必殺機 所以熊子一衝進來 那些是 是熊子的 練習了三個必殺機 就是 他這個的最終結果 就是把公主那邊 那個國家的勢力 就納入了西洋那邊 最終結果就是 沒有必要做這一段 其實沒有的 其實沒有必要做這一段 其實就是配對 要加多個女郭下去 其實他只是指 令到公主更加四陰下 就是去幫這邊國家 我講的最簡單 就是解釋 O-P為什麼 應該說有共同的人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多了 那些季節都這樣搞了 那如果你再是 搞抵抗的話 那就保護不了你了 那類的東西 我們接著要講 開始就講 這個 萊拉斯 其實都很focus 就是講 他是作為一個 複寫眼的 自由人的悲哀 其實是 OK的 開頭不是很覺的 越寫越 到肉 是 你會知道 為什麼萊拉斯的性格 會變得這麼 因為他經歷太多 就是說 他很多事情控制不到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角色 經常都說 他很麻煩 沒有很麻煩 但是又 融化了 灑碎 那些角色 他真的經歷了很多事情 他覺得 他根本是控制不到 他就說 不如我不參與 好嗎 你們不要找我 我回家睡覺好過 他感覺本屁當然是 無力改變 他是無力改變 他是無力改變 他覺得他這隻眼是無力改變任何事 他這隻眼只有 現在一件事是破滅 把所有的東西破滅 所以其實他就不希望 既然我會帶來這些 不如忍性埋名 就算了 當然他就被西昂插插手 就是混友 可能會帶來其他地方 可能會帶來其他地方 那就很混友 很混友 很混友 推了去的 不是的嗎 之後 不過你說什麼 他就跟Ferris 組成前衛後衛的組合 夫妻 哪個前哪個後 男前還是女後 當然是女前 女是插大劍 女是插大劍的 對 以前是否就是 背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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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途之後 其實出了很多不同的敵人 粉龍頭 第一次的強敵是粉龍頭 應該是 之後都是國家的人 對 那個帝國那裡 就是 戒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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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還有之後出了很多 之後出了就是 那個有殲滅眼的 殲滅眼 殲滅眼 這個之後 也是有福死眼的小孩 那段其實做得好的 因為其實他成為一個鏡 他真的是一塊鏡 拍攝 我覺得 我最欣賞他那一段 那件事就是 那些人是死得很正的 即是他父母真的很肯死 你不明白 真的為個兒子 突然想拍你的笑容 是嗎 不開心 當然了 看了一些變態的東西 當然是開心 老實說 他爸爸死在兒子面前 那一幕是很深刻的 那是很大衝擊的 是很深刻的 現在是很深刻的 還要這樣慘死 那一幕是 你真的感覺到 應該說 其實我覺得整套戲裡面 很多所謂的暴走的場面 其實是 不是強行做出來 是一個 叫做 在被一個環境去 壓迫之下 那個環境因素足夠來構成暴走 是的 沒錯 那一刻很深刻的 就是那個爸爸 血噴在臉上 走完之後 那一刻 是必然的方法 即是他那種壞掉 之後 瘋狂的暴走 那些效果做得很好 而你說這一段 另外一個 做出一個成功的就是 但是Lala其實 他也有能力 雖然他也是有一個 這麼不陷命運 但是他可以同樣去 拯救一些這麼不陷命運的人 而再衍生 就是殲滅眼那條線出來 還有他下定決心 那一下 有些 其實他的決心 一閘閘的 當然 那一下 就發覺自己是 需要拯救 感同身受 就覺得他還沒有 還沒有去到很成熟的 輻射眼 我覺得就是可以救的 而我覺得你說 其實這條線做得 一個不成功的就是 Feris 他做不到一個 他只是一個團戰 他只是一個擺設 他做不到一個 即是他幫 心靈上當然你說 最後他追了 誰追了誰 就真的 從頭到尾他近乎擺設 同樣說法 是擺設 是擺設 他沒有利用 當然你說 這個角色 他善用不了 只不過變成一個戰力 而他做不到一個劇情圍出來 最慘是 連戰力也扣不上 全部人 你說的就是大劍很厲害 你不是大劍 你肯定 你看看見那些人 勇者遺物 飛來飛去那些外瓜 打不懂 又反過來 你打機 再更厲害 都要外瓜 你不能打 你看看有些人 用那些 什麼一箭打死老山龍 那些 不在那些人 客觀而言 其實 如果撇開了所有勇者遺物 來說 應該最厲害是他的 的確 那就是 沒有難說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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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的身體能力 他用財統線 打得這麼厲害 財統線是 勇者遺物 我知道 勇者遺物 他後期打 打Liner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用合成 來打 其實他是很厲害 你聽到他講解 你經歷這麼多次戰爭 死不去 最重要是 那些人 全部都是神經病 你忘記了 一開眼就 總之 總之 操控一些會發光的東西 那些人都是癲癲的 無論眼睛發光 或者戒指會發光 什麼樣子 其他東西 最常是燈滯 但是你說這條線裡面 就是 Ferris 當然他有表達他的悲慘經歷 就是說 他小時候被人鍛鍊 鍛鍊到13歲之後 好像因為他哥哥救了他之後 他應該是沒有再鍛鍊 即是他的身手的程序 是在13歲的時候的身手 夠啦 我不知道 還有他最慘的是 他鍛鍊到 他父母那種的水平 於是就覺得 你 不是 就覺得 既然你不能夠成為 可以光宗耀的角色 你就 就拿來做劉總的角色 這個要說回他家裡的問題 見之一軸的問題 就是 就是 玩近親相間 就是 生了兩件 一件兒一件女 他一向是自己和自己玩的 就不會取出變化 或者嫁 這就是你中古 世代的 所謂的 叫做什麼 自己 血統那樣東西 不可以讓其他血統滲入 對 所以很生了很多白癡仔 應該 機率大一點 不一定 那他的弟弟也不太正常 對不對 那他的弟弟也不太正常 他好像是另類來的 你不可以這麼算 但是其實 如果以所謂他的純種來講 Felix應該是殺了他的 你的質素這麼差 你自己本身的 資質這麼差 你刪出來的東西都不方 那叫優生論 不是純種 可能你不知道有沒有殺了他 沒有留種 留完種之後就殺了他 你是留種的意思就是 因為 他們的血統就是 所謂的 天才和天才之間 必然會生一個天才出來 沒錯 有些東西叫 recessive 叫隱性 他們的理論哪有這種理論 所以Felix可以是recessive 如果跟他的哥哥 合起來之後 可以變回多分 扯遠了 為何會想那麼多 他們的立論來講 你不要討論現在的 那麼科學的理論 他們的立論來講就是 天才和天才之間 這些那麼優良的血統之間 還有他自己本身的資質來講 是必然會生過天才 即是 Felix是一個錯誤來的 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叫做缺陷笨 他自己也講過 是一個缺陷笨 你怎麼會找他來留種 他把他點加在單歌上 即是說 他爸爸本身是禽獸 他爸爸本身是禽獸 他爸爸本身想想想女兒 想想自己的女兒 一個是女兇 他哥說是女兇 他哥說是女兇 你明白 女兇 對 他哥說是比較神奇的 他哥其實就是 每一空 講什麼神奇 我看到他爸爸和哥哥 怎麼打的 就是兩個光球都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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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就死了 高速啊 那個哥哥為什麼這樣 小說有講什麼 有遲些才解 也都 有 他不可以離開這個國家 應該是 你說了 現在我們知道的設定就是 他不可以離開這個國家 至少知道他已經不是人類 他已經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已經 他的能力已經是超越了人類 在上面 從間轉移 我們等著小生 他不是開金手指 他是直接關機那個人 這個是 他是 他拔電源 所以沒有 沒得打 他是剪電線 他爸爸也很厲害 超夢霧霧霧霧的 打一會兒去 是不是 本身你說 Felix 這個悲慘命運 不能夠跟Lilah 他可以做一個 交錯 我覺得是 浪費了 如果說悲慘的話 Lilah也會比較慘 當然 現在不是鬥慘 你這麼慘 我更慘 不是 我更慘 其實這一套 我看回整套 每一個角色 好像每一個都覺得悲慘的經歷 沒個開心 每一個角色有好東西 那沒有 雙重間碟 妹妹又死了 只有四大悲劇 只有四大悲劇 OK 這就是 這段跟著講Lilah 尤其是打粉紅 就是打卡斯塔瑙那班人 然後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 輻射眼的使用者 拿著吃石 和來壽戒指 那個人說 原來你還說他的真身 解開所有公式者 對 突然間 整個很難 你自己不知道這是什麼 其實 如果是這樣 這件事有問題 他一開始 第一集的時候 那把匕首 他不可能解釋不到 什麼 解釋不到 解開所有公式者 是個名字 跟意思是沒有關係 沒有的 我們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公式 到現在 這個瘋狂勇者 他一點都不用 其實沒有關係 瘋狂勇者是被人插的 沒錯 被人插 他一開始解釋到那個魔法 因為他用了輻射 看到那個魔法結構 才能解釋到 所以才能解釋到 其實把他們兩段劇情 都互相交錯了 阿西昂線 和本身 中間都有 有的 中間都有交錯一次 少少交錯一次 有 就是要他做首位 那一次 另外第二次做首位 那一次 老實說 師昂線的發展 一下子爆出來 是很突然的 之前你見到沒有什麼 最多是黑 但你不知道他為什麼 無緣無故的 無緣無故 就是要交換給你 其實我是用不同的 搞定 他無緣無故多了一個 畫面 就是有個彩配玻璃的房間 總之雙用性格 變成了 無緣無故的 兩個意志在掙扎 總之 只要我批評好耶 那一段劇情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說他十八閘打後就開始完全不明白了 正常啊 因為那裏是大量的背景向你 原作要看多一點 那裏根本是全永全沒有解釋過的東西 但是全永全才有的東西 很正常 我個人個人是接受了他的 老實說你一看金手指用者為物那些東西 其實用者為物你都已經解釋不到 你知道用者為物沒有的了 那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用者為物只是一件武器 你不需要很解釋它的來歷 很簡單的方式 即是你按一個項目 然後他寫一個介紹 那一集純粒有個介紹 但現在不是 現在突然間有條一模 有一個影子黑化了 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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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我接受的東西就是 總之有一件東西進去他那裏 就是這麼多 至於是什麼 你現在不解釋 我可能等你第二季解釋 但問題是你第二季也不解釋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不會一定解釋 接著還要說 就是瘋滅眼那條線 滴眼那條線 我以為是一個路人 這個 我開來又是路路修 那條線 擺明是老馬 擺明是老馬 對 擺明是老馬 他就爆紅了 他吃了少許內內 補血 我沒有記住 是沒有魔力 我沒有記住 沒有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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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看到未來的東西 總之就是 未來的眼 不是夢見眼 兩個 兩個 夢見眼是我看到你的東西 睡覺看別人的夢 偷看 偷窺眼 偷窺眼 OK 雙子都被他摔了 原來 當年就是 看到這個男子 好像陪伴不過 然後就不殺他 誰不知就是 反了你一口 美手指夢工場 唉 沒有關係 其實那幕很大衝擊就是 他令到雙子的手斷了 然後竟然可以把他摔倒 我灰了 就是了 我以為他變成廢柴 不是 斷了他的手 拿到那個人 OK 本來那個空洞 本來雙子 就跟一個很不喜歡他的將軍 一起打仗 那個將軍真的傲嬌起來 就說 我不是為了幫你才 那一幕其實是想表現 因為那隊軍隊是另外一邊 公署那邊是不服他的 其實我看到那一段 是想表達 就是說他出戰 就是雙子大軍出戰 是想令到兩軍那些人去磨合的 因為他知道公主那邊那些國家的人 是不妥 留眼不低 還有 為什麼他會幫他 就是因為雙子就是真的對抗著 救公主那個 不是 他是幫一些士兵 就是他應該說 他是希望所有人撤退 他自己留下來 而副官才想幫他 就立刻表現那個感覺 第一個感覺 是傲嬌 所以叫做什麼 斷了他的手 但是贏了國民 就贏了公主回來 那你就說他的手 是仔斷 是吧 叫他仔斷 對 如果算這個很實在的 狼狼 公主的胸 一定比他的手 但代替不了 你算狼狼 就知道有千米亞是無敵的 而是實體攻擊他就吸收不到 這樣 萬箭穿深 其實 但其實 司翁都不是可以撒死他的 不是 是 是屈他的遠程 因為他本身的能力都是異常 他本身的身體能力 他只是保持了一個 讓他沒有東西補到血 勉強射死他 但其實都沒有 他都說他不是死 依然埋了身 你要明白那個人的血多 你射一時三刻 你射他不射他 插幾十多 爛龍也要射一分鐘 他隨便咬過 問題是他不咬 司翁是不想 Nina立刻確醒的 所以他才不咬 阿Dia 因為他看到Nina出現 然後遊說他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那一幕 做了一件事 就是講怪物那件事 大家應該說 意識上 其實都已經認同這件事 所以很多次 真的無心之失地說 跟你這隻怪物不同 意思就是他是另一隻怪物 他是我的寵物 他不是怪物 西昂那一刻 他無心地說了一句怪物 即是說魔眼的人都是怪物 那時候 就令到他覺得 唉 始終是不能這樣看我 始終就是說 這個有情況是 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件 而產生歸裂的話 他自同他都是一個怪物 其實他的士兵本身已經看到 是知道 害怕了 對 害怕了 對 害怕了 然後想不到最後連朋友都這樣對他 那時候他就心死了 對 然後跟著 帶走了他 帶走了他 然後就 他E-book MTR 然後跟著就帶了他 一班 當然跟著就要漂白Dia 就要漂白他 就要漂白他 就說他 其實他很nice 其實我是很nice 那是一種陌生計劃 那是 對 無限陌生計劃 即是可以轉個方式 就說 上次有幾個人殺了我十幾個 下來 十幾個性態 很不開心 他這個事情 其實你說Dia 他是用一個事點 他是用一個 說生物的 其實我之前 其實很久之前 不知道哪一套動物 他用一個生物的視點 去看萬物 他經常都說 你只是未放棄到 人這個角度 因為所有事情 其實現在他說對錯的事情 是以人的角度出發 現在整個故事 但之後的角度就是 這些魔眼和人 是兩個種類 兩個種族 沒錯 他自己的種族 等於人要保護自己 殺恐龍 殺獅子老虎 但你沒有殺人 那個角度去想 現在人都會想 但他剛才說 因為眼睛持有者 是這個世界被遺棄的 所以他不希望改變這個現實 而且他會覺得 人類既然是低等的動物 為什麼他竟然 有能力 反而 反而有能力去 去 叫做什麼 優陣種族 即他覺得他 根本是優陣種族 他是真是厲害 他們應該是 生存下去 一群 而不是被人去 剪踏 被人去歧視 就很諷刺 就是他被 那些粉紅袖 一粒粒 他應該說 萬物都有雙黑 其實你應該說 萬物都有雙黑 應該說 他 那個是用金手指的 但他那個 又開外掛的 也是用戒指 戒指 戒指都是求婚的 用外掛 因為本身你說 我覺得 Dia 我剛才說 他用高的錢 其實他不是說 他判定對錯的 應該說 你是我的食物 我就吃東西 等於人類殺牛 就是殺畜生 你也是為了食物 其實 這個不存在 對錯的問題 他只是說 生物需要 他不是食物 他是補血劑 你見過他會吃 平時的東西 等於你平時 他有兩樣東西要吃 你平時打遊戲 有鱈魚蝠藥 你會說 這條鱈魚蝠藥很珍貴 他有生命 所以我不會 你不會 在他的觀點來說 人始終是太低等 可能只是當這條 是一條有草 然後再補血 就這麼簡單 老實說 他也不算是主動出擊 主動去殘殺 也不是 他也是主動去殺 有需要 他有需要 因為他要找 他有什麼需要 才會去殺人 我覺得他不主動出擊 原因是因為 沒有人保護他一間屋 沒有人保護他 那也是一個原因 其他人都會打 其他人都會打 其他人都沒有打 其他人都沒有打 全都沒有打 有打開眼 可能 沒有戰鬥力 沒有戰鬥力 那條鱈魚可以 應該可以 那條鱈魚是福射眼 然後被捕了眼 那條鱈魚不是夢醒眼 不是 福射 福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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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 很善女的男人 對不起 我記錯了 那條鱈魚不是夢醒眼 然後這段劇情 最搞笑的地方 就是講完之後 Gate Lionel就說 我要回他之後 這條線就完結了 完全 我認為他暫時放下 你見最後還是出了 那個殲滅眼出來 但是 他暫時放下 很用完即棄的感覺 我覺得他大全溶傳 應該會出發 應該會出發 我覺得他暫時 在這裡 因為Lyna根本 那一刻跟誰走 是因為他辛苦以待 他有個伏筆 就是大隊的磨眼集結 他有說的 他不斷有說這件事 這是等大全溶傳的 問題就是 成不成為Lyna的戰鬥 這個還是一回事 但我真的講治療的人 我覺得Lyna 這個殲滅眼是超強的 當然要吃魔法 對 你魔法你回滿這個 哥哥 是不是 我開大麻煩人魔法 打敗人幫你 步回回回血 打什麼 取之不正的民軟 就是 就是吹強爽 他們很厲害 一起打的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看到他們倆 左下時 用戒指的傢伙 也是打不贏他的 這隻是來壽友 這隻也是來壽 這是來壽友 甚麼名字 我看見他被人打開 最後那個小隊,破棄仔小隊,打到他見到粉紅頭,不是那個人 我以為是他來的,這麼慘,這麼慘,不太慘了 我那個人沒有,這些中boss,在後來,賴全湧全要有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最後,講其成這個劇,我們最後講了萬解者,勇者的問題 解萬識者,解萬識者,解開所有公識者 天之者所有公識者,破解所有公識者 他講到傳說的問題就是勇者 跟勇者有關的 勇者就叫做什麼,瘋狂勇者 害怕寂寞的惡魔 然後女的惡魔給了一半力量,給了一半身體 本來,就是被她破了女神的數 然後等她去達成她的目標 然後到她達成目標之後,然後是一個悲慘,要她承受很多痛苦 然後直目的惡魔就給了另一半身體 幫她,代替她承受這些痛苦 然後勇者就不知道她在哪裡了 然後根本上呢 就是成立了一個王國嘛 然後簡單來說,勇者找按摩朋友 其實分明是 但是按摩是心甘情願的 你這麼說 因為按摩說明是直播的按摩 她為了這個朋友,願意犧牲所有東西 就算是一刻 所以這個其實就對應Cyong和Nina的那個關係 是的 這個是是的 然後你說Cyong就是風狂勇者 Cyong就是 因為她見到那個是另一個 而且是差不多從一開始就已經 其實一開始就說到進了一個道場就找按摩 就是從他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就已經拿了那個 當伊蘭還覺得自己很聰明的時候 你以後她已經是風狂勇者來了 然後她說到其實她還未完全被風狂勇者控制身體 她是最後發覺自己真的殺不死 應該說她放棄了再去鬥這件事 不要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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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啦 然後其實最底下就是 她說到就是說 這個一直說到她 就是風狂勇者 嘩 多敢要拯救這個Lyla 這個Omora 我一直覺得就是整件事 她是不停在找一隻Omora 真的 無論死了還是下一輩子都要繼續找她笨 可以這麼說 不是 開始一定找她笨 那這一幕其實就是 殺不殺Lyla 就是新娘幫不可以解脫 就是這個就是 但當殺的時候 不知彈了一些Lyla媽媽出來 又說什麼 她老爸都出來了 她老爸輸出來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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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了她一刀一次 不是最後一疊 對 有 有 他表明身份這個路 有看到什麼 見上家長 見上自己的識婦 這個好女人 於是又給了菲利斯她 他老爸這就是會的 他老爸這就是會做 金髮阿哥一樣都是超越次元的存在 不是 他老爸是令到金髮阿哥這麼屈膝的原因 喔 OK 接著就說到大傳去傳 接著就有大人超新的 因為劫獄啦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都是 劫獄劫獄無緣無故由那個國家可以飛回來 吹一吹哨子的人跟著他走 很奇怪的事情 別管了 總之因為太趕的關係 因為有Skill跑者 不要玩那麼多魔衡啦 劇情上就要分析一下 大家覺得整套東西裡面有沒有什麼值得救病的地方 一個太長的PV 我不介意它是PVV 其實你第一季第二季 長編我不介意 我不是這樣說 這個只是一個罪章 但是罪章做得好沒有這個 我覺得他做得好 要做什麼呢 至少我看到這個 我認同是罪章來的 但是他用了那麼多時間去寫人物 去寫國家去寫背景 你正在調查一下 對 起碼我的概念全都清楚了 這些國家我都很清晰 位置都清晰嗎 當然有些人海灘人對國家不清晰 那你自己不專心 我覺得是 講了那麼多次你都不知道 但實際上很少國家 三四個 又是大世界小地圖 我講真的你這麼大的世界 最後真正是很有作為西洋的國家 還有那個 其實我不是的 公主那個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最後就是兩軍打 大全永全都是兩軍打 我現在是說北邊是不斷吃下來的 你沒有需要去講其他國家 因為它會吃光的 對 但我其實不斷吃下來 其實再有變得回來 就真的擁擠和國家 還有那個人物是清晰的 因為其實老實說 你全擁全的人物是真的很多的 就算你說你私養的國家 都要20個都要怎麼有 問題是那些成員 就算你這麼記隊那些 是不是這麼記隊 還是破記隊 破記隊那些人 那些角色 其實我也有印象 當然你說最多氣氛的是那個女的 還有你的 你一定是多 所以你說 罪章這件事我絕對是很貧 但是罪章其實寫得是OK的 而且是帶到那個 Niner的轉變 由他一開始什麼都不理 到最後他踏上征途 要去幫回斯朗 那個轉變其實不急 做得很好 劇情的節制理所當然 他應該是需要這樣做的 所以就變成了 通常勇者踏上征途就沒有什麼理由 因為我要冒影 因為我要打電腦 但現在這個理由很充分 因為他要舊朋友 原因是因為你按了start 所以就說勇者要開始征途了 打Mario你也要先按start 對 你對於最後那幾集呢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到的 有些設定的 會看不明 我會覺得 他突然爆了很多新角色 他是為大泉湧泉去 反而你會不會因為 突然爆了這些東西 會上去網路炒 去看小說 去看小說 沒有時間 我有興趣 我是 我會比較期望 他有大泉湧泉的動畫 其實本身都是這樣去看資料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會覺得 前期劇情這麼慢熱 算是比較慢熱一點 看來勒那裡 真的沒什麼 那些冒險故事 冒險故事 西洋有些好東西看 西洋那邊是好多很多 但是後面 就加到後面很趕 你後面不停等一些人物出來 等一些設定出來 不停放一些名字出來 但你又不想解釋 他應該沒有解釋 他應該沒有解釋 簡單說實際 你要拋個伏筆 的問題是 我要知道 你問那條問題 是問什麼 你留一條問題給我 所謂謝靈魂的懸疑尾巴 你留一條尾 你要給我看一條尾 是什麼才可以 你現在的尾是碎濕濕 我看不到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查過資料 的話 你是不知道他講什麼 或者這樣 其實 主要是整個問題 就是主線 其實他希望 Lyla 找到她自己的使命 又沒有使命 找到自己的使命 揮到菲利斯 找到女生 他找到女生 找到使命 這樣就可以了 他因為找到菲利斯 他覺得有個人可以摸眼 有個人可以扶著他 應該說 應該說 真的接納到Lyla這個人 因為這個個體 不是怪物 對 當他是人 不要說怪物 總之接納到你這個個體 他說他是他的下埔 你不是我下埔的話 我不管你 你看看 一看就知道會叫 之後去到監獄 一看就知道 晚上就不是這樣的護士 晚上就比較溫柔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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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la不見了 連豚子都不吃 就是找他 已經超越了豚子 代表他對他的心目觸地位 多麼重要 豚子而上 沒錯 吃飽了 豚子而上 愛人美滿 嘩 灰到飽 你只是覺得豚子 豚子 豚子就贏你了 另外 講到戰鬥的部分 我們就要 戰鬥 我覺得我會這樣分析 這個某程度上 是一些需要念咒語的戰鬥向的動畫 的一些宿命來的 宿命來的 因為本身就是說 我都明白 其實我自己都看到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真的 打完一輪之後 就要打輪水泡 再打一輪之後 好像中場休息 那樣的死款 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很多 因為你看到 戰鬥裡面 很多人除了菲利斯之外 每個人都一定要念咒語 或者說句話 因為這個是很難在中途裡面 去夾走一些嘴炮成份 在裡面 其實老實說 念咒這件事情 我是說都沒有所謂的 但純粹是因為他打起來 那些昏鏡 那些節奏 是真的不行 有些位置 我來說 最簡單的 Vilan第一次遇上 Liner 他們兩個的仇國場 打得真是虛到不得了 即是 不知為何要接隊 也不知他們在打什麼 那這個是劇情問題 進去的東西 又是劇情問題 與戰鬥 是 你打的方式很虛 出的魔法很單調 寫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火球 就是 問題就是 我問過那些在原著的外面 不是這樣的 有些時候有大魔法出過 沒有的 你哪有大魔法見到 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問題就是你 那我當知 那些問題很重要 因為老實說 有些人說不是戰鬥 這件事 我不是說很認同 要是怎樣說 這套雖然賣的 是劇情第一 但他戰鬥的幾個成分很多 即是發覺他可能 每集半就肯定面 都可以打一場 而且打到那些 大家都開殺公手指的 即是你很難告訴他 你打一場開金手指的東西 給我看 在場劍中 更加不好看 即是我很難去接受這件事 我自己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他本身就是說 當然你說 魔法丹尼的 你知道 只有兩招而已 加速和放電而已 其實 最常用是這兩招 放電的 火 放火的那招 即是這招第三招比較常用 但最常用是 其實 當然 這個我不以原著去論 因為原著我沒有看 我不清楚 其實你說 Lala本身 在故事劇情裏面 Hit and wait 其實你都說 他不是真的想跟你硬碰硬 即是他每次硬碰硬 其實已經是覺醒了 當然你可以說 純粹是制服你 過骨 因為他是為了過骨就算 你明顯是 Felix每次都跟他說 你每次都拿牛灘 是有講過這個問題的 當然你說 他把對撕碰到全世界都好像是來圍軍 嘩 這傢伙很厲害 不是 我不是說他營造的問題 第一 就是分鏡和節奏 又另一件事 Miller對著 雙戒指打的那一場是很奇怪的 即是節奏很奇怪 你說 丟石 又丟石到逃走 到被人困住 那些節奏是掌握得不好 即是你很難去意會 原來是這樣 你原來在打這些 分鏡方面有問題 分鏡和節奏 兩樣東西都有問題 OK 即有些東西閃得太快 有些東西閃得不夠久 表達得不夠久 有時候有些東西 雖然說戰鬥 你要給觀眾有些思考空間 你在做什麼 就不是說你丟了一堆畫面出來 然後你就當表達 我又不覺得那一場 真的有太大你所說的問題 因為我老實說 我記得有幾場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說這幾場 我沒有記錯 我寫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推進的 我都接受不了 如果你說兩個來獸對決 即是兩個用戒指的對決 那一下 其實最違和感就是 戰鬥方面 因為兩人都要用戒指 都不是那兩人打 那一場是Bokemon在自己打 關他什麼事 沒錯 叫Bokemon都會叫阿比卡招 那兩人只是舉手 我不是在於那兩人在前鬥 不關我的事 那些人打不點打不關我的事 是說成說他扔了千月眼結晶的時候 走過一下到走過一幕 然後到他困住那一幕 即是那個姿勢是想欺騙 老實說 當年每個人看戰鬥是不同的 就像剛才所說的 可能你覺得不演畫面 我會覺得演 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對戰鬥的要求很簡單 第一就是那個動感 速度感 即不要說節奏去到那麼差 分鏡不清晰 至少分鏡可能我看得到你打什麼 打藥打什麼 或者你是在打緊 其實我已經可以了 節奏方面我反而是最著重的 有沒有速度感 會不會氣一下 打到半腦會不會說話 即這些隊伍來講很重要 當然我覺得每個人看法不同 可能你覺得知識感不要緊 可能你很重視招式方面的交錯 這個我覺得個人的觀感 但至少我自己對這套 不是場場那麼差的 例如Felix和Nina第一次打OK的那一場 有戰力也有速度感 有動感OK的 交足課的 最後那些位置都OK的 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自己 他這個叫做召喚師之間的戰爭 以及你本身就是魔法劍戰爭 在裡面的話 其實我看到的召喚師之間 當然你說的反應就是 是不是每個角色都需要知道所有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後知後覺的東西 就是一瞬之間 我覺得這個叫做什麼 邏輯那方面就是 你出完這一招 另一個角色是不是 作為一個高勢 一定要感受到你的招 究竟是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 我當然是被人封住了 我才知道被人封住了 難道我之前被人封住了 都不知道 那些人應該死了 我補充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間房間黑漢漢漢 什麼都沒有 我想其實如果你要表現 他被人封住 除了拍到門 那些東西之外 我想不到有些什麼 就是我們觀眾 我們觀眾是否應該知道 那樣東西是封住了 不知是正常的 他那一下 那一下是第一次出的那招 你觀眾也會知道 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小問題 始終我覺得很多戰鬥 其實我都覺得節奏 那樣東西是不行的 我覺得不是奇不奇幻作品的問題 因為現在不是整套都很差 他有些地方我覺得做得好 但問題是他有其他地方 是做不到速度感 做不到動感出來 很簡單 我覺得很重要 戰鬥是否一定需要速度感 戰鬥是否一定需要速度感 不是 我覺得很重要 不知 剛才阿無華說了 他著重的有一點就是速度感 但另一件事 剛才正如阿雪瑩所說到 亦都好像說 有次節目 我記得聽旁邊跟他講 這個家婆婆都說過一句 真都真槍的對決 很多時候就是一瞬間 你不需要那麼花巧 還有這個就是 表現手法上的分別 你可以說 如果你跟我說 兩個劍豪在打 可能你說 日本刀和打西洋那些騎兵 是不同的 西洋那些騎兵 一撞兩人 這樣搞定 一個不撲下一個不撲下 日本刀那些可能打得傻 不是的 日本刀都是一線樓的 舉例 你學高樓樓下 我不理你 但問題是 你實際上 你現在的問題 打法是怎樣 你沒有需要 局限了一個固有的公式 說 魔法師就一定是打得少 或者是有劍士 就一定要打得快 這個不是一個密 我覺得是 他表現不表現的迫力 其實已經足夠 我覺得戰鬥那件事 其實是看場地的 我看場地環境 還有故事那時候 應該要做些什麼出來 當然 我個人感覺 這個是我個人感覺 我不會說 一件戰鬥就是 必定會有一些 某些什麼的元素 一定會有 就是一個劍士 他在一個場地裏 他都不一定要打得快 他都可以打 這個劍士都用 老實說 速度 這個另外一件事 你說分鏡動態 分鏡那方面 我就說 當然這個是動畫的表達方式 那好不好 其實我不評論 因為這方面我不是專家 我自己都不敢 無邪的要求 會不會又是成本經費的問題 我覺得會是 不是 這個大學公司 我是不是很熟 我有沒有成本上 我覺得有時候 經費有關 但是 我覺得 例如說 取鏡有些位置 是可以做得更好 還有 有時候 我所說的是 節奏的問題 就是說 可能你依然都是 那三個鏡 但問題是那三個鏡 你的時間怎麼分配 這個是差很遠的 你有多少時間 給觀眾 還有一個反應思考 這個是我覺得 我會心著的地方 因為 老實說 其實我看一場戰鬥很簡單的 就是我看上去覺得 順眼不順眼 這個是第一感覺 之後再去分析 究竟為什麼我覺得順眼 為什麼覺得不順眼 不過其實 戰鬥這方面 近幾年都有很大的改變 不是 因為你始終 我覺得你說 你本身你說戰鬥那一部分 就是你撇開這場 你說其他的 整體意見 我覺得是表達了不同 因為其實始終傳用傳奇 太多不同的類型的戰鬥 就是說 他不能夠用一個 很統一的公式 或者是同一種 完全魔法對決 或者是劍士對決 那種之間 當然 分析的東西 我都是說個人的 但是我分析來說 起碼 那場戰鬥裡面 我不會說他很好 我首先說不會說他好 但是他交代 他自己的前文後理 戰鬥那裡已經足夠了 我自己 我自動那裡 我覺得 一個可惜的地方 就是好像比較少 表現到 萊勒的 複射眼 在戰鬥方面的影響 其實他開眼都暴走 不是 那個人的複射眼 是說可以怎樣 Copy人家的魔法 唯一是對小卓 那些小卓 對著他 他可以Copy魔法 那些小卓 對著他 他可以Copy魔法 小卓看到他 可以Copy魔法 那就不敢用魔法 因為他洩落國家的 魔法秘密 但他打到其他人 那時候 就好像沒有怎樣用到 這個設定 我覺得比較可惜 因為去到後期 都是用用者為馬 或者用獨特的 用獨特的 應該說 非魔法系的東西 他根本Copy無法 他根本是 我感覺到 那些大魔法 複射眼 明明是一個作品 一個重要元素 但還有一個 暴走的用途 最重要的 是你看到他 扶不扶走 都算了 但你看到 整套戲 出得最厲害的魔法 就是OP的魔法 哈哈 但是 你說重觀 其實說了那麼久 就是說 他整個 整個叫做 在這個設定上 其實很多東西 都見到是細緻的 至少 其實范埔偉 不算太多 我都覺得是 我覺得他最不細緻 在魔法設定 那方面 他不要怎樣說 國家的咒語 因為其實很難 以文字來表達來說 那些咒語一堆字 你不會知道 畫面的 我最多是顏色給你 或者那個魔法陣不同 但是很老實說 本身那個魔法陣 你都知道 一信即使 其實你看不出 你不是放一些大型魔法的話 你看到嗎 而且 另外一個就是 魔法不是一個高階的設定 高階設定是什麼 一大堆外國 裝備 他告訴我 國家有不同的魔法設定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 你用現在現今 我們現實的那些科技 去看就可以了 即使我當你說 用現今科技 可能說中國戰機 和美國戰機 他們研發的技術 都不同 當然 找魔法這件事 不是物理正則 沒有這些 但其實我覺得 那個設定 可以套用現在現實的世界 對那些軍事 或者科技的設定 都差不多 即是類似的 我想講講作話那方面 剛剛蝦斯提到 戰鬥那方面 是否因為作話 經費關係 會不會導致戰鬥 沒那麼好看 我就說 如果有動態 有動感的作話 一定會很浪費 這些 最終話那些 破幾隻小隊 只打 都覺得挺好看 很有動感 很流暢 但這些一定是花錢的 我印象中 有幾集 作話的軍事比較厲害 例如《千免眼》那一集 《敵亞》那一集 《千免眼》那一集 《千免眼》那一集 其實那一集 其實戰鬥是OK的 《千免眼》那一集 《千免眼》那一集 《千免眼》就是因為他很快 他自己環迴360度 超級厲害的運鏡 他如何看 中間 萊勒和菲利斯 打敵亞 那一幕的運鏡是OK的 但真的很浪費錢 就算是多一些東西 應該說 因為他本身 你說是 他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戰鬥 你說他如何分配錢 當然 資金這件事 其實我可以說 可以跟《茉莱》所說的 他如何去運用資金 這方面是他們 他們需要考量的地方 因為他們想做這套動畫 他們需要如何去做成功 這個是他要考量的地方 《千免眼》那一集 我記得《千免眼》那一集 分完之後 那天預告 《千免眼》那些女國作畫漂亮得爆 所以他應該用到 《千免眼》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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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免眼》那些作畫 真的漂亮得那麼多 精神爆配一滑的時候 始終你叫做什麼呢 這些所謂的 這麼龐大的奇幻設定的作品 他有很多元素需要兼顧 《千免眼》那些 他有很多元素需要兼顧 劇情你又不可以崩 戰鬥你又說不讓他崩 所以你說錢 錢作怪 那天真的錢作怪 這類型的作品可能拋很多 所以其實 他給到一個神租 我覺得就足夠 因為他給到那個概念 他就足夠 有時候說 你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個個做到鋼鍊 沒問題 錢而已 但沒個個都沒有鋼鍊 那大作錢 問題在於 這個是一個問題 在有限資源裏面 我都其實好看就是 本身他天資 本身你說 那套東西裏面有幾多 即是原作可發揮的程度 可發揮也好 或者他公司 這些附線的書房裏面 他給了很多錢 大家其實 深照大家都猜到 大概是什麼質素的 以質素評質素 我不會 所以我不會說 他是一套超好的作品 我不會這麼說 我只會說 他那個處理裏面 在他有限的處理裏面 他已經做了他自己可以做的事 就是這樣 好了 講到錢方面 其實這套東西 多不多 地方可以出到Figure 多 暫時未見到 我只知道可以買褲 這套東西 又紋又有褲 你OP和ED裏面 你見到脫極角色 男角多於女角 那就買了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有多少BL 你自己看 最後講完歌 最後講完 很多隻我都喜歡 我幾隻我都喜歡 我最喜歡 OP2和ED2都很喜歡 OP2 我OP12和ED12都OK ED1和OP2都是同一個歌手唱的 但我喜歡歌手唱的快歌 他那套畫面真的挺好的 我真的挺喜歡 他那套 前奏 來奈 走過去 爆發魔眼 然後 配上一連串 人物的活動 畫面 那一刻他做得挺好的 另外他過場 中間那些 都OK 如果你說到那些 很快閃的人面 或眼角 那些作畫 其實我那些作畫 投放了很不少成果 那些錢 應該是 那 那 大家有什麼話要講 其實這麼多 我已經講不完 福山 其實福山也是 非常適合配 沒有所謂的 M也有 魔王的聲音 完全碰到 以前回到老修的時候 大笑的時候 覺醒大笑的時候 完全是隔壁就熟他 Ferris就 不合格 厭格來說 不會 又未必拆了 你也不合格 最好是宜然合格 我覺得 有盡空間 還未到合格 我覺得是合格的水平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什麼氣憤 沒有什麼關係 真的沒有什麼氣憤 你老實說 我看完整套 我都不知道怎麼定位 這個角色 是一個角色的問題 其實最有氣氛是兩個男主角 女主角的氣氛 這套是胡的 這套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東西 是男和男之間的東西 我都是男的 是一個怪物 一個勇者之間 愛情故事 會不會是會號和羅里號 有什麼事 不知道 有什麼事 沒有 你怎麼問我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 你怎麼問我 還是你問我 整體上 我覺得 這麼多套《富士見書》 動畫化之後 應該動畫最好 其實暫時都是這套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這裡有人是和你好嗎 都沒有 就是 那為什麼剛才有人 沒有東西了 再說回你的話 《富士見書房》 你說這麼多套《富士見書房》 的作品 動畫化得最好的 應該是以圖 其實 因為其他派都差 我不是說最好是這套 我不是說它 太差 以《富士見書房》的筆 來說 這個字是要有比較的 沒錯 《富士見書房》分兩系 要不就出奇幻居多 以前那些《 Slayers》 《落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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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它出的 還有你一類 近來有多一些 就是那些 什麼 新鮮的一傳那種 輕鬆 我覺得它不是計這些 我想你應該沒有辦法 應該是奇幻裡面多 以奇幻裡面多 以奇幻作品來說 都應該是比較好 其實我嚴厲來說 其實我推介都看這套 尤其是喜歡奇幻作品那些 其實我覺得我推介這套 如果有《大全泳泉》 我可以推介 那看什麼時候 0.1%收視 一定 是0.1%都沒有 一集是連 不能計算收視 是0% 你不明白 算了 只可以說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不是太看這些 不要理解 很衰過一句 《大全泳泉》 孫琦監督 Twitter也寫到 其實機會應該不大 開會的都說過 開會的都說過 真的有大全 期待 看看會否有機會 到時我們再蓋關於這套 我記得 不知道 他好像有機會 不過 機會總是有 好 我們陪到這套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啦 那我們去下套 好啦 那我們去下套 好啦 我們去下套 好啦 好了,那我們去下一套啦